昨天中午80多岁的傅大娘老两口 乘坐高酒吧二次高铁从沈阳去到北京 这刚上车不久老两口就慌了神了 因为几乎装着老两口全部身家的胯包不见了 这包里边这个存单呀 现金存折总价值那可超过百万啊 她说你妈爸钱可不少啊 听了当时后怕呀 我说这个如果要是落到 这个被人家捡走拿走了 你这个东西就那对老头老太太 那就是一个精神上一个致命的要命的打击了 沈阳市民高先生昨天早上 刚刚将80多岁的父母送上火车 还没有离开沈阳站时 他就接到了车站打来的电话 原来母亲随身携带的胯包落在了安检区 当时有两台车人特别多 进来这个属于是特殊重点旅客 腿脚不方便 然后由我们的值班站长带过来 单独放包 他的放完包除了以后 他直接推着老爷子走了 包就落着了 安检员刘金多发现跨包之后 立刻将跨包上交 同值班站长 站内民警一同打开跨包 想要寻找施主 然而跨包里面物品的贵重程度 让他们大吃一惊 里面有现金是17,600 存折是8张 存款单15张 是116万 银行卡3张 两个老人的保障卡 还有两部手机一块手表 当时我们就很着急了 两位老人丢了这么多钱 肯定很着急 值班站长仔细分辨保障卡后发现 这两位老人是他刚刚服务过的旅客 于是他一边迅速联系上了 老人乘坐车辆的列车长 一边联系上了老人的儿子 整个过程只用了13分钟 车长联系了之后 车长跟我沟通说有一名旅客 然后我就看到他里边有个通讯录 也联系了家属电话 家属第一边打电话 还有点不相信 说我父母没有那么多钱 你们是不是找车人了 接到沈阳站工作人员电话后 高先生非常后怕 迅速联系上了高铁上的父母 这时刚刚发现跨包丢了的老两口 情绪已经稳定下来 车长第一次电话 东西捡到 当我再跟他联系的时候 可能他就稍微情绪就好一些了 但是我真是吓了一大跳 而且后怕 这个东西真是丢了 这么多的家底 真是瞬间没有了 我像老头老太太 我真不知道他们能身体状况 能不能承受住这样的精神打击 随后高先生与工作人员进行了确认 取走了仪式的跨包 对于铁路部门工作人员的做法 他非常感激 一种真心的一种感谢 感谢他们就是说 能施尽不昧 能够让老人在震惊之后 很快能得到安抚 心里得到一个安慰 我想我父母 如果他们要能在场的话 也会对他们表示真心的感谢的 记者王子焦一天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